不曾想过 未来的某个美丽日落 静静的你会想起我 一生变成穿风景地 花香的诱惑 岁月长河 冬去的浪漫还是悲歌 谁指引柔情像般烈火 我相信心中的阳光 永不会陷落 永恒的心在时空穿梭 生死抉择已经无路可躲 但是爱不能躲 永恒的心与幻梦交错 生死抉择早已由不得我 我听声在此空 永恒的心 Fro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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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老作相功德无量啊 不杀人了 傻个屁 那么这一张算翻篇了 别人那恐怕弄翻 我这恐怕死都翻不了 那是什么呀 报告 总部刚发的 要求送到各联部 还有张贴 让每个士兵都看到 一份都不许发 不许发 现在拿出去给我烧了 马上 好像从周围 上马上 竹子 保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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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楚啊 你跟我说说 这个世界为什么变得如此残忍暴烈 男的要杀 女的也要杀 光杀还不够 还要曝氏三天让人为官 老楚 老楚 你恨不恨他 郭松霖 谈不上恨 人各有志吧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反 我就没搞懂他那一套啊 老楚还是老楚 韩清 要我说郭教官这一回还是帮了你的 这话倒是新鲜啊 过去三军团厉害 人人说是郭厉害 没人说你韩清厉害 这回你俩一通对打 谁厉害 所以我说是郭教官帮了你 尽管这个忙帮的惨痛了点 可你张汉清有死真正在奉军中立了威啊 你现在再去和军走走 人家再喊你一声少帅那声调都不一样 所以这再往后 我又得提醒你了 立了威是好事 人人都往你的旗下来了 那奉军新派力量全来了 就会有人看你不顺眼了 你与人家水火不容 你说这些我明白了 我此次与老师的对决 其实就是这帮人挑唆的悲剧 油锅里滚过这么一会儿 皮脚肉嫩 但是我这心里更明镜似的 我 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 大少爷 很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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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大少爷 很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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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轻 很轻 你手上的血洗干净了没有 她的血洗干净了 我走了 四妈妈受惊了 五妈妈受惊了 六妈妈受惊了 韩清 韩清 我今天是回来演戏的 配合好我 怎么了呀 你这算什么呀 新民咱家老宅的花房里养的 我这一路都捧着回来 也算是个意思 啥意思 啥意思 您老心里头清楚啊 蘸老崽子 现在谁住的呢 还有花房 新民商会的会长 他在咱家后院 弃了个玻璃屋 里头种了各种各样的花 我这临走的时候呢 就摘了一旁 这么说 这花还摘了咱们老张家的灵气了 我也这么觉着 我妈活着的时候 这花里头就喜欢菊花 这花儿 柳子 你这会儿给我替你妈啥意思 咱能有啥意思 没意思 我就寻思着 从新民到这儿 我这一晃也十四年了 你不用给我提这个 你不用给我提这个 不管用 他官鬼子就一来一去 我损失大 手下四个军长 跑了一个 抓起来撒 你告诉我 你怎么出这三个呢 把他们三个叫到一块儿问了 怎么问的 我把他们仨叫到一块儿 仨都不知声 我说 当这面不好说 那就分开 一个一个说 说啥来 这头一个呢 就跟我说 他说 我跟郭军团长也没啥关系 他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跪在地上求我饶了他 这么没出息的家伙 你是谁呀 范浦江 接着说 二一个叫刘震东 他们哥儿仨都是我的部下 一个受伤了 一个阵亡了 他就哭着跟我说 说军团长啊 能不能念着我们哥儿仨 一个残废了 一个死了 能不能把这账 都算在郭松陵头上 三一个叫刘伟 刺头一个 那我不能惯着他 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能干出 这么不是人的事呢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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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干我 我看你了 他就多一项 不想要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我看你了 你不想要 你找我 你不想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进门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委屈 有些怨恨 但是现在看来 父亲也比我轻松不到哪儿去 您老坐稳了 您老受儿子一拜 你干啥呀 那父子俩还要干这个呀 爸 儿子是来给你磕头谢罪的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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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你们从前线回来的呀 都成了炎熏的肚子 这俩眼都红红的 我跟你说 你老叔张作相 在会上也哭得嗷嗷的 行了 行了 行了啊 来 我就是觉得 自己惹的事 还得让您背着 心里跪过去 但是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你爹读书不多 可是杨景镇老先生最早交给我的一句话 我可是记下一辈子 我劝你啊 别记住他 凡是能用金钱买的 都是便宜的 啊 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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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你说你 还给你老子送花 还送送菊花 我蠢有事 什么足利啊 是哪里的 老实说 这花拿来的 哪有个相好给你送来的 我哪有什么相好了 门口华店买的 一块钱 这不问呗 你 都过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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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识人在用北战农军的准备 打倒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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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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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由奉军内部爆发的反地反封建的人民革命 功败吹成 满东军阀的屠刀 无情地杀害了过口松明 只是再一次暴露了军阀张作林的 猙獰灭肤 背上一己之私欲 不幸勾结外口 招实起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本质 这个麻烦出身 反动着风君徒习 幸福之后 罪恶来的 劳力民权 横手暴力 十数年来 挂进了东北三省的裁员 归一己之私囊 我不欲彻底的清除达倒 我同胞将永无安占之希望 白山黑水 也恐将归于杂国庆 同胞 起来吧 让我们各处私箭 天安不息 不够走 共生义分 只要内撑国贼 外抗强力 绝不承认 皇国 皇族之私欲 此生可杀 此念 不可欲 打倒军队 尼尽 战斗军阀 就 老实 这人来了 我们我们要赢 现在很明白 这次国会的叛变 是和赤达 和苏俄有关联 所以啊 作为长辈 我真是替汉清理了吧汉 这两对夫妇曾经走得那么近 几乎不分彼此了 我理解宇帅您的爱子之心 然郭军讨凤 与凤军内部分裂 有本质的不同 逢汤之乱 不过是利益义气之争 可这一次 郭松霖只在东北建立 平民革命的统一政府 不要再说了 于帅 太危险了 危险 你说是国鬼子的兵变危险 还是赤当苏俄危险 别跟着我 别跟着我 他妈的杨玉婷搞我的材料 拆我的台 骂了个巴子的 先回去 哎 怎么了到底 杨玉婷的特务给她报资料 说师母是苏俄特务 你说她想干什么 她想干什么呀 大嫂是苏俄特务 你听她瞎掰 她是为了洗刷她自己 郭聪明是以清军策之命发病 她杨玉婷逃不出干系 所以她千方百计 要把这祸乱的原因拖到别人身上 她最简单的方法 苏俄的支持 赤党的背景 如果师母是苏俄特务 那她杨玉婷就是受了冤屈的英雄和忠臣 把你耳环摘下来 摘下来 这个也收起来 都别带了 别让杨玉婷拿到什么把柄 咱们跟郭家实在走得太近了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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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还是不明白 你说 杨玉婷抓到了师母和李德权的联络证据 谁是李德权 冯玉祥的妻子 师母在北师大的同学 据说有赤党背景 那照这么说 冯玉祥也是赤党 现如今啊 你恨谁 你恨谁 或者你想拉着谁一起恨这人 交给他扣一个红色的帽子 不是说这事过去了 谁都不牵扯了 这咋又翻小肠了呢 来 过案之后 他杨玉婷没有抓到军权 在父亲那儿的宠信也是一落千丈 他能甘心吗 所以他杨大总长 为了得到父亲的重新的重用 又开始玩起他那套纵横百合 一方面给我们这些人戴红帽子 另一方面 跟吴佩孚拉拢谈判 劝说咱们把第三次入关 什么 怎么跟吴佩孚联手啊 他吴佩孚的代表 现在就住在迎兵楼 杨玉婷已经跟他们谈了三点了 他们决定要联手对付冯玉祥 并且已经拟定 安排咱爸 跟吴佩孚在北京会晤 怎么会这样 我张玄良是怎么起来的 两次奉执大战打出来的 现在让你和昔日的死爹 携手隐昏 大剑 此刻要是让冒陈知道了 肯定从坟里就坐起来了 有什么意思吗 这些牺牲的都白死了 我所看清楚了 就这意思 今天你打我 明天我打你 过两天咱俩在联系手里打别人了 死的都是佼佼者 死的都是佼佼者 活下来的这把无能之辈 才跑过了药空手上 就 schon上轰��고 我去得到 你 secret 我马上 吃饭 音乐 饭 来来来 都过来 都过来 张家和吴家照一个全家福 各位长官都看这边 来 往我这边看 保持微笑 一 二 三 哎呀 楚市长 不是那么个吃法 你看张军团长怎么使得刀叉 汉青啊 是洋派 咱这个就就 就应付的 送把嘴里就行了 应付完了 别把刀叉带回家啊 哈哈哈哈 你说这个张东昌 我老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我这张长翠 还真有这么回事 好玩啊 是弄得一颗肚子都是黄油啊 哈哈哈哈 我给我去打个招呼 那一桌什么人啊 看服装怎么看像冯墨的 来来来 没错 是冯一乡冯大哥的 这刘国饭店 怎么会有他姓冯的人呢 在哪一桌 张军 declar 您要是现在下个命 我们这就要他办那一桌 逢军大将全桌了 难够詹艾也省得再打了 大战在即 敌我双方在一个餐厅吃饭 大大八字的 和您 老韩 好长时间不见的 老韩 张军团长呢 我得敬他一杯酒啊 免了吧 施将军 张军团长刚走 1926年五月到八月 在北京西北郊南口镇 发生了中国内战重大军事战役 该战役在北京附近 长时间吸引直奉两气主力 致使南方空虚 有力地支持了南方国民革命军 北伐挺进 你们不想打了 实在打不下去了 南口的冯军攻势 是苏联的顾问帮着修建的 电网 水泥碉堡 倒打攻势 连战壕都是水泥气的 炮弹落在上面 连渣都不带吊的 整团整营的人 冲到电网前面 全都倒下了 实在上不去 就是啊 咱们可不能正面强攻了 上万人的阵亡 没这么个打法啊 对啊 你们几个在这儿干嘛呀 他们商量了 仗不想打了 啊 谁的主意啊 我问你们话呢 谁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 真的是你吗 别在这儿装老牌子 是你吗 说话呀 军团长 别生气了 不是他一个人的主意 是我们大伙一起的 就是 是我们大伙的主意 是我们大伙的主意 对 对 军团长 要怪就怪我们大家 别怪他一个人 是啊 是啊 心挺急啊 骂了个八字 玩了 两边加起了六十万人 在这儿打仗 你们他们说不打就不打了 那他们前后左右 有灵怎么办 你们他们跑了 咱们他们几十万人 就完蛋了 你们他们这帮旅长使者 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啊 狭路相逢勇者生 你们不想当这个勇者 老子替你们找一个勇者打 去 把楚之心给我降来 军团长 楚之心方便报道 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服务指挥协同作战 大大声 服务指挥协同作战 一口之心带着预备队接手硬市长的进攻目标 老三八旅是怎么打仗的 明白 老三一 回来 又不招 Christmas 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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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胡 老三 他 电话的前面 有特别大一块雷区 那是最他们吃人的地方 你一定要让周总华的炮兵部队 把这个障碍扫清了 要不 你根本就过不去啊 行了 谢兄弟 快 赶快撤 把这个障碍 交给王培石 周兄啊 让你的炮兵驴 给我来几个骑射 骑我老鼠 经理经理前面的雷厂 对对对 拿白头了 打击兵 到 军期打下来 都位置上去 是 兄弟们 军团长 让我们延迟老三伴侣传统 陈令出必行 各已能长 都位置上去 靠国一听 所有人 跟着骑机往上冲 启治就是我们的最高命令 启治到哪儿 我们就杀到哪儿 听见了吗 听见了 听见了吗 听见了 启治不见了 别难受了 韩清 要不 你也来整一口 要不 你也来整一口 心平气和的 慢慢品 来 试试 老郭不在了 这对我就亮眼了 没魂了 韩晴啊 依我看呢 你没了那个郭鬼子 是照片吗 看 那你基本上他都怕不怕 啊 唯一 唯一 啊 啊 他都怕得力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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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虎编 快点 走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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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往前走了 什么 啊 啊 徐晓业 到 这外头枪炮怎么都停了 少帅 楚时新诗意拿下了南口主阵厅 延庆也拿下了 我睡了多久了 你都睡了一整天了 你那个玩意儿是真不错 怎么啦 都有事儿啊 怎么还在这儿啊 其实 那阵地已经拿下了 可它非要 才一个地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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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是 谁呀 是老主 主事长 这一期五花的主 主班长 主帅 我生气们不大 干净 冷静点 冷静点 让你们不大 冷静点 我没什么不大 没什么不大 干净 没什么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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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换 咱们一七五八 是人人身怀最尽 各有所参加 记住 别指高强 别不知道天高地厚就行了 老楚啊 仗都打完了 你说你瞎转什么呀 你是转山 转水 还是转风景啊 你说我来干什么 有我楚时心在你 你还不放心 要死 咱们死在一块儿 不行 绝对不行 你是我的班长啊 从讲武堂开始 我到哪儿 你到哪儿 你说你怎么就能忍心离开我 韩清 要不说郭教官这一回 还是帮了你的 包陈总 你也走了 咱这三四军团 该怎么办呢 我对我的提醒你 立了威是好事 人人都往你的旗下来 那奉军新派力量齿人来 就会有人看你不顺人 你与人家水火不容 不干了 你们都不干了 我还干个屁 老子当初呢 为什么要当兵 我当初买张船要走了 不就完了吗 朱世仙 你个王八蛋 小帅 小帅 你是离去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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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干了 我他妈不干了 你干 韩丽川 这个军团叫你来干 我他妈早就说过我不干了 我 我跟郭松林谈判的时候 我连船票都买好了 韩清 不干了 不干了 如果说这仗 当初要是败了 你跑了 我老韩只能接着 可现在这仗是打胜了 你要跑 你这是为什么呀 就生了那么几个王八蛋 生了他们我死了多少人 我不敢 你走 你能够把你的军队 把你当儿子的事 全都一扔走吗 你走到哪儿 也是你老子的儿子 我们这些人 谁走都无所谓 而唯独你不能走 我是韩丽川 大帅 对 对 他在这儿 没有 没有的事 他真没发脾气 没耍风 对对对 他正理着我们开会呢 要不我让他跟您说两句 也不知道他们哪个混蛋 给狗装了 韩清 爸 不 喂 六子 出事新的事儿 我停下了 是太可惜了 我知道你们干情很好 不好 我也不会上他做市场 六子 六子 你听爸一句 好汉死在镇头上 他小子有种 是条汉子 你能交上这么一个朋友 是你的父 我已下令拨款 十万元扶序 便安顿他的家卷 告语 大半瓶都喝下去了 一点反应也没有 这算什么东西 能找找这个吗 你什么时候开始收这东西了 冯庸跟我讲 他要把他爸那些不义之财 用到有义之处 我呢 非要把那些不义之财 用在不义之处 那你也不能这么遭见自己 那我遭见谁去 真正疼你的 跟你好的 全走了 不曾想过 未来的某个美丽日落 轻轻的你回念起我 你身边整春风景里 花香的诱惑 岁月长河 冬去的浪漫还是悲歌 谁指引柔情像般烈火 我相信心中的阳光 永不会陷落 永恒的心在时空穿梭 生死抉择已经无路可躲 但是爱不能躲 永恒的心已幻梦交错 生死抉择早已有不得我 我停下在此刻 在此刻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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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